好,大家早来到戴老师说天气的时间了 礼拜六的一大早 现在这个时候呢 哎,千万别做防台哦 因为台风根本还没有到达我们台湾的上空 那我一破题就直接跟大家讲 等到下礼拜二 我们再来看台风的路径要怎么走 为什么呢 因为最重要一点 它现在这个时候受到南亚高压的影响 所以呢 整个移动的方向来说 是正在往偏南的方向走 也就是往着菲律宾旅宋岛东方的海面前进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卫星云图了 对了 跟大家讲到说周休假期啊 这个不要在家里啊 记得要出去走走 两件事情要注意哦 第一个要防晒 第二个要补充水分 高山上面要注意有点五后阵雨 海边的风浪都非常的平静 这个周休假期好好把握啊 下个礼拜的时候 许多同学们可是要准备开学上课了 所以呢 这个周休假期你可要好好把握 先来看一下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面我们先注意哦 台湾在这里 那在我们的东南方海面 这里是今年第九号台风 这里是个低气压 这里是个第十号台风 有没有注意到 整个太平洋面上都在大的低压带下 那目前太平洋高压的位置呢 是在日本东方的海面 纬度也比较偏高些 好 看完了这几个位置之后 你就知道这九号台 这十号台哦 这里是个低气压 那我们再来呢 当然就来直接看一下 整个路径的前世了 我们先来注意到的路径前世图上面呢 先来注意到两个系统的存在 在太平洋面上 目前的话呢 是有两个系统 而这两个系统呢 以十号台风来看的话 未来的走向会逐渐朝日本东方的海面前进 之后呢 会在日本东边的海面之后再转东北 变性成为温带气圈 这个系统呢 对日本来说 只会造成一些降雨的状况 整个台风系统也不会接近 再来我们就讲讲 我们旁边的九号台风了 九号台风呢 在现在的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注意哦 路径的走向来说呢 从今天明天都逐渐的是往南走 到了时间点礼拜一的时候呢 它开始要往北转了哦 礼拜二的时候呢 呃 远点的位置 你有没有看到 还差不多回到这里 礼拜三的时候呢 诶 这边的侧报上是说 开始要接近我们的东南方海面 所以呢 呃 天气状况来说呢 要改变会在周三 所以周二之前来说的话 台风系统仍然是在菲律宾 旅宋岛东方的海面上面 但这个路径来说 还是有变数哦 因为最重要的变数在哪里呢 就在这个高空厂的高压场范围了 南亚高压的强度 取决于整个台风的路径 所以呢 在未来的这四天当中 也就六日一二 这几天的时候 我们大概到礼拜二路径会确定 礼拜一 礼拜天 礼拜六 这三天来说 路径基本上来说都是在往南偏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什么呢 看看日本气象厅的测报资料 你可以注意到 日本气象厅的测报 到了礼拜三的下午的时候 会要接近我们东部的外海 诶 还记得刚刚中央气象局的资料吧 这里呢 到了礼拜三的下午的时候 会接近到我们东南方的海面 所以呢 你可以从这上面就可以注意到 连各国的气象预报路径来说 到了礼拜二以后开始的这一段路径 大家走的方法不一样 因为最重要 模式预报出来的结果不太相同 有的系统会过菲律宾旅宋岛 往南海方向走 有的就直扑台湾 有的会逐渐再往北偏到石渊宫古岛 那这个变数来说 每天数值模式预报还是有许多的变数存在 那明确的路径呢 要等到礼拜二以后才会清楚 不过在现在这个时候啊 礼拜六 好好把握这个暑假的最后一个六日哦 出去走一走 记得要防晒 要补充水分 大太阳 好天气 平地的部分的午后阵雨是偏少 山区 只有一点点在中南部的山区 那风向因为吹着偏东风的关系 所以晚上的感觉起来是舒服的 哎 不过海边的风浪来说呢 目前都在小浪 那风浪要什么时候变大呢 以目前看来呀 你如果要浮浅啊 要玩力奖 在礼拜六 礼拜天 礼拜一都OK哦 到了礼拜二的时候呢 我们东南方的海面呢 就会因为台风逐渐开始要接近我们东南方海面 那这个海浪的部分才会开始要逐渐的增强 所以呢 整体的天气形态来说在这个六日好天气 记得好好的把握 那台风系统呢 等到了下周二的时候 路径确定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才知道它是否会直播台湾 还是擦边球 还是根本连接近都没接近 而逐渐的通过菲律宾的旅送岛 那这个部分就要等到下周二以后 路径方面等南亚高压的强度是增强 还是减弱 那个时候才会明了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 外面阳光强哦 防晒工作不能少 40分不关心 小光强 小光强 就是bon 不说 在日国出售地投入 你看我们从都有 就只是摆里想 ization 感谢观看